杜海泉的大世界展覽 在杜海泉的大世界展覽中 有這張馬照跑舞照跳 在畫中看到有傳統元素 亦有現在的賽馬 你可以說一下這張作品 其實這張畫 剛剛說了一個名字 叫馬照跑舞照跳 其實我自己覺得 它是一句說話 是來自於我們回歸那段時間 出自一個政治人物的說話 當時是說一個對社會 多元化、多姿多彩的社會氛圍 希望可以保持社會氛圍 然後這件事 其實放在當代這一刻 時代的脈絡裏面 或者處境裏面 都是有趣 香港人可以經歷了一段時間 現在經濟很疲弱 有疫情 其實很多很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對一個很多元 很多娛樂是很豐富的 一個社會的氛圍 都有一個這樣的嚮往 於是我就用了這句說話 去建構了整個畫面 比如說 你看到上面就是參照了一些飛天 他們是來自於敦王莫高忽的壁畫的內容 我將他們重新編制在我的構圖裡面 然後下面就是馬照跑的那些賽馬 賽馬其實就是剛剛那一年的 比較表現得很好的這些賽馬的單位 所以我又將這些東西 都放在我的畫面裡面 去建構整個畫面 然後又可以連繫到我們香港的 香港的城市的風景裡面 可以說一下這次展覽裡面 都出現了很多交通工具 為什麼喜歡去交通工具 然後看出去外面有屏幕 屏幕那裡就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可以用這個設計 這件事我想想的 因為我是一個視覺藝術家 我最希望呈現獨色 加上它有兩層 然後這個丁丁或者電車 其實就是很代表到我們香港的文化 或者是跟那個城市有一個聯繫的車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交通工具 然後我希望這個交通工具裡面 或者外面是會有一些好像 虛實之間的一些想像的 所以你會見到我 你不會覺得我懂得駕駛電車 作為一個喜歡不同交通工具的人 都希望有一個想像 就是有一天或者我發夢的時候 我好像是跟電車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畫面裡面 很多的元素是會有一個串連性的 譬如說外面的店舖 可以看到那些煙雲 就可以連繫到上面 到底它是在店舖裡面帶過來 在車裡面發生 還是還是上面那個 飛天的廣告屏幕的雲 連繫到下面呢 我希望一系列的東西 有一種懸疑性 或者它是有一個想像的空間給到我們 出門 уз出門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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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